只見嫌犯講不聽 還不束手就勤 一旁的兩名原警 手握著槍 完全不敢大意 因為在不久前 他竟然還企圖 衝撞原警 問什麼都不回應 只是沒有犯案 為什麼看到警察 就想跑 原來這名黃姓男子 過去稱在臺北和臺南 犯下多起娃娃及竊案 甚至還有恐嚇槍炮等前科 十二號傍晚五點多 開車行進土城京城路附近 看到玻璃市大人 就開始心虛 車子左右偏移 沒想到開盡死相 相逃也逃不掉 為了逮人 原警開了一槍嚇阻 才將他順利押聚上口 現在嫌犯也得替自己的 荒唐刑警付出代價 記者阿公阿麥 衰歡 新北市報導